全世界的人类都患怪病,永远不能暴露在世外。 男子只好船行下水道寻找怀孕妻子。 一部警醒世人的科幻片,本期里哥带来电影《末日浩劫》。 马克是一家公司的程序员,上司恩里克一直看他不顺眼,想要解雇他。 回到家后,女友朱莉亚与马克商量要孩子的事。 马克没有把握可以抚养好孩子,谎称自己不想要孩子。 早上上班时,马克不经意间看到邻居家的门开着,敲门却没人应。 于是马克未经同意,便进了邻居家。 进去后马克十分惊讶,邻居房子里竟然到处都是垃圾,厨房里更是充斥着食物腐烂的味道。 突然邻居用刀挟取了他,对马克的到来十分不满。 马克询问邻居是否好几个月没有出门。 奇怪的邻居回答是的,原来邻居不是害怕出门而是不能出门,这让马克想起了电视里的新闻。 有一个男孩在家里三个月没有出门,父母都不理解他。 最后孩子拍下了自己自杀的视频,传到了网上, 说自己是不能出门,而不是害怕出门。 到了公司后,同事们都在讨论这个自杀的男孩。 这时公司同事罗维拉看到这个新闻特别惊恐地躲藏起来。 后期调查,罗维拉已经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, 她一直都住在办公室,而且还谎称自己不能出门,不能离开公司。 上次恩里克决定解雇罗维拉,并派保安将罗维拉拉了出去。 可是罗维拉对外面十分的恐惧,一直哀求不让她离开公司。 保安没有听罗维拉的恳求把她拉了出去, 没想到,罗维拉一出公司,就开始浑身抽搐,口吐白沫。 马克觉得奇怪,一直跟着他们下楼。 看到罗维拉这样的情形,立刻和人一起把她带进了公司, 可罗维拉还是死掉了,医生判断是心脏病浮发。 可马可心里却一直觉得十分奇怪, 自杀的男孩,奇怪的邻居,还有公司的罗维拉都说自己不能出门, 而不是害怕出门,马克带着疑惑回到了家。 第二天,朱利亚再一次和她商量着要孩子的事。 马克看到新闻里有孕妇自己在家里生下孩子, 称他们十分愚蠢。 朱利亚因此和她大吵了一架,马克甩闷而去。 回到公司后,她打电话给朱利亚道歉, 可接电话的却不是她,而是她的好朋友安德利亚。 马克希望可以和朱利亚好好谈谈,朱利亚却拒绝了, 气愤的马克立刻从公司赶回了家。 可是当她一出门时,就发现自己头脑晕眩,难以呼吸。 于是她立刻躲回公司,这才平复下来。 几个月后,全世界的人都得了这种怪病。 新闻里专家们一边分析一边辩论着, 但是整个城市却早已经瘫痪了, 人们只能躲在房子里, 想要出门就只能通过下水道出行。 马克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朱利亚, 一天马克看见上司恩里克包里有GPS, 马克希望可以借助恩里克的GPS找到朱利亚。 一开始恩里克并不答应, 马克威胁她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家, 于是恩里克只好答应了, 两人一起约定先去贝格利达, 再去恩里克要去的奥林匹克, 于是两人一起出发,穿过地下隧道来到了中转地时, 恩里克的包被人抢了, 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偷, 结果小偷的哥哥用枪挥鞋两人, 幸好这时城市停电了, 黑暗中恩里克抢过了枪杀死了小偷, 两人好不容易来到了贝格利达, 马克和朱利亚的家, 却发现朱利亚不在家, 房子已经被他人霸展, 此刻马克却在家里发现朱利亚怀孕的证明, 马克十分后悔自己对朱利亚的伤害, 于是打算继续去朱利亚工作的商场寻找, 可这时恩里克却不同意, 他要先去德尔玛医院找他的父亲, 并答应自己, 到达德尔玛医院后, 就可以把GPS交给马克, 于是两人再次上路, 经过教堂时, 两人在里面寻找食物补给, 却不料遇到了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, 已经饿疯了的棕熊, 两人逃跑时恩里克不小心摔倒, 马克没有丢下他自己逃跑, 两人一起设计杀死了黑熊, 还饱饱地吃了一顿, 两人继续赶路, 前往德尔玛医院, 在路上遇到行人告诉他们, 医院已经被烧毁, 恩里克疯了一样地赶到楼顶, 发现医院已经没了, 绝望的恩里克失去了自己最爱的父亲, 没有任何留恋的他打算跳楼自杀, 被马克救下, 马克希望恩里克可以继续地活下去, 帮助自己找到朱利亚, 悲伤的恩里克没有答应, 给了马克食物还有GPS, 让他自己上路, 马克根据GPS导航来到了朱利亚工作的酒店, 却发现早已经空无一人, 这时他发现安德利亚留下的线索, 于是他去超市寻找朱利亚, 到达超市时却被一群人拦住, 马克说明自己的来意, 那群人答应, 帮他找找里面有没有朱利亚, 结果这时楼上饿疯了的人下来抢食物, 双方打了起来, 马克趁乱进入超市并找到了安德利亚, 安德利亚告诉他朱利亚去了医院产检, 两人本打算一起去找, 但安德利亚却意外地被砸死了, 马克也遭遇到别人的袭击, 就在快要被人杀死的时候, 恩里克出现救了他, 但是恩里克自己却受了伤, 于是马克和恩里克来到了医院的对面, 马克爬上楼, 在对面发现朱利亚还活着, 他已经快要生了, 马克迫不及待地告诉恩里克, 可是恩里克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, 离死前告诉马克一定要鼓起勇气穿过街道, 和朱利亚一起好好地活下去, 马克最后鼓起勇气穿过街道, 暴露在外面的他痛苦地快要死去, 好在最后到了朱利亚的身边, 朱利亚成功地生下了一个男孩, 马克利用恩里克留下的种子养活了家人, 孩子一天天长大, 却发现和他们不一样, 恩里克可以自由地走在室外, 影片最后, 尽管城市已经一片荒芜, 但还是有一群孩子, 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世上, 无需害怕一切, 是否真的有一天, 人类再也不能自由地生活在世界上了呢? 只能躲在自己建策的房子里, 这样的世界末日看似遥不可及, 但实际上却警醒了我们, 当我们沉迷于科技带来的快感时, 却忽略了大自然的美, 当我们忙碌与无羞耻的工作时, 却忽略了亲人的爱意, 人类总是这样, 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, 才会开始懂得珍惜, 世界末日是否真的存在, 其实真的是取决于人类。 那么今天到这儿, 我是迪哥, 原则登展, 照亮你心。